若我急需广发情报 你总非快及我带上耳朵 港水共水再一起一伤一雷 若是自己把荣作传统 攀寂寞难的过生 若是自尊心做荣誓 那时候没有着风风想 千斤世界这么刺激 成云点都危惑的 难题一再帮你担动 你总有自己一套 有疼有失智有自己一套 我很期间万里 总有无奈感你不动 Ladie Ladie 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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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聽完S7的高曲之後回來就在這裡進入他們的感情觀 我想問一下你們很少在訪問裡面會提到感情 你們兩個是否沒有感情 因為沒有人問 沒人想知道 不是 想知道的 我一直都很興奮 我想問你們兩個是不是一個重感情的人 很重感情的人 就是只是看友誼都已經 感情這件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但你為了我們只愛大家 只愛大家不認識我其他人 不是 在我角度裡面只是愛明哥 就是愛明哥 沒有其他人 但你們自己恨不恨有一個很甜蜜的拍拖經歷 或者是享不享受 我很忙的時候 我都希望會有一個很好的另一本的支持 就是我自己來說 我越忙的話 我不會說那句是我沒有時間拍拖 我不會 就是我會覺得 如果我很勤力做事 好那些都可以做 我更加需要一個人在旁邊跟我分享 尤其是我做事很辛苦的時候 你也有個電話可以打 告訴他會很累 好過這麼兇的 即你們呢 你們是否有一個這樣的人在身邊 我想我的看法都跟你差不多 因為始終生活上 你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事 如果有一個人在你身邊 可以跟你分享這些東西 就是見證著你做過些什麼 見證著你自己的心裡的感覺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自己是否希望會有一個另一半在旁邊 正如Alan所說 可以見證著你的所有的up and down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在人生裏面 我覺得 你又試過不一起 又試過一起的感覺 其實 你發現那件事不是一個 就是戀愛關係不是一個解救你的一個地方 就是 愛情是說不通的 有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不是你望著 是這樣就會發生 是 所以 我覺得 就算你恨有一個甜蜜的關係 那怎麼辦 那個甜蜜的關係 如果不是經過一些經營出來的話 是 都不會長久 可能三個月甜蜜 好了 那第四個月呢 到你開始發現溝通有問題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就是 你總要是要解決 總要是一些 你 戀愛也是做人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 那件事 不是另一個世界 不是另一個地方 就是另一個地方 那件事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我想問 每一個人在戀愛關係裡面 都扮演不同角色 我想問你們會是付出多 還是被愛多 嗯 在什麼時期 在什麼時期 就是我 在成長的階段裡 我發現我自己是很 很喜歡 很享受付出的 這個是我認識了自己很多 對 很厲害 因為任何事情都會 不是只會 不是很為大 而是自己很享受過過程 喜歡付出 喜歡付出 你覺得付出得多 你就會很開心 嗯 那現在就慢慢 會懂得平衡 就是 你在不斷付出的期間 你完全 沒有收穫 或者你完全 ignore 了那些 別人給你的東西 那你自己也不會開心 所以 沒有 interaction 沒有 interaction 就是你要知道怎樣平衡 就是你要對他好 他也要對你好 那大家才是一個和諧的相處 那二汶呢 嗯 你會是付出還是給我 我通常一開始是付出 後來我就負責收 哈哈 負責收 對 然後結束後就來後悔 那些 通常是這一種 那我的經驗又不是多 不可以一概而論 但是我跟他剛剛是相反的 我是一個接收型的人 是 我是 我是 你像是付出很多 我嗎 所以剛才你說的 我覺得是對的 可能你是 開始的時候 你很 很希望 發生到那段關係 你付出很多 去到那一刻 穩定了嘛 那我就開始收回 然後我做我的事 那就是你疼我 就是這樣的關係 不去到那一刻 你不要反應 我不理你了 沒有反應 不理你 你們有沒有試過 一段關係裡面 你們覺得 到現在 你現在很年輕 二十歲的兄弟 在目前來講 有一段關係裡面 你覺得 這一段我都可以 稱呼他 一生一世的感覺 有沒有試過這麼深刻 沒有 沒有? 仲是膽炸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我真的小時候 我都未會想 仲是放在那裡 寶貝樂 未會想一生一世 嗯 我很喜歡 想現在 我是一個 不會有很長遠的計劃 都算是挺實在的人 對 都算是 很遠的 未會 那你呢 二汶 我永遠都不知道 可以有多久 但是我覺得 最深刻的就是 你知道這個人 無論你什麼時候 再見到他 你都會喜歡他 又或者是 就算你經歷了很多年 大家沒有接觸很多年 到你二十年後 遇到這個人 你都對他會有那種 愛情感 甚至乎你是十九歲認識他 如果你一生裡 不是十九歲 你五十九歲認識他 你都會喜歡他 那些是緣分 你注定你一定會喜歡這個人 那我就覺得 你每次見到他一次 你會愛上他一次 你們會不會 在你們一路的音樂創作裡面 曾經有一些歌 是記載過你們一些往事 真人真故事 嗯 樂迷聽起來就會另一番感覺 這支碟會比較多 是 即第三支 總是現在寫著的 就是 我想很多詞那方面 我們都 有了idea 之後跟填詞人說 那就是 這一點就是 上兩支碟都有 但是少一點 是 這支碟可能 大部分的歌 都是自己的 都是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想法 或者我們兩個 一起有的想法 那以前有哪首歌 是記載過你一段感情的 又不可以說是記載過一段感情的 感覺 感覺就是 我愛班房和日耳繼的東西 我愛班房 你班房有一段puppie love 不是 未必一定是班房的 但是 很多很多東西 凝聚了一種力量 凝聚了一種很開心的感覺 所以就寫了我愛班房 你知道班房裡面 如果集合一群學生的puppie love的感覺 就會影響到你 因為你覺得自己在亂外 因為整個班房 要是在寫信 要是在寫歌詞 要是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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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還在寫SMS 即是在班房裡 那些片段會變成那件事 那你呢? 宜民你有沒有哪首歌 是反映到你自己的某一個感覺 或者某一段感情關係 感覺就有 但我想畫你的時候 我覺得 你真的覺得你喜歡一個人 你覺得那個人很吸引 很吸引 但你吸引到 不要緊的 就算大家不是在一起 你都覺得無所謂 因為你可以遇到一個這樣的人 已經覺得很心滿意足 真的很容易滿足 不是的 我又 很容易滿足 那是special case 如果那個人一抓得到 可以做一個創作也不錯 有時候我覺得 創作某程度上 是有些失敗感情之後 賺回來的東西 一直以來都是 以前我們最偉大的音樂家 詩人好 畫家 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出來的作品是最動人的 無論是歌曲 或者是畫畫 都是這樣 但是我想問一下 兩個人 你覺得 你自己的另一半的條件 你需要有些什麼 必需要迎合的條件 比如說 Ellen 你需要不需要另一半 一定要很懂得音樂 會覺得 如果他不懂音樂 糟了 他連我的事業 都不明白我的事業 在做什麼 我想 又不需要一定會懂音樂 不過某程度上 大家要有一些共通點 大家 就算不是有同樣的喜好 都可以遷就到大家 這件事都重要 要跟Ellen有共通點 有哪幾個範疇呢 例如你很喜歡看電影 或者你很喜歡聽Band Sound 你會不會有這些事情 你是希望對方和你一起分享的 都會的 可能我會很喜歡一群人去看表演 那不如一群人 有時不久可以一起去看表演 如果是一個 完全對音樂 零興趣 甚至是廟 我想我跟他都會沒有什麼商量 那二汶呢 你要求另一半是有什麼條件 我發現原來什麼條件都沒有 可能有人會保證到 是嗎 那我們就放棄有條件 那我們不如找一個 不是的 一定會有一些底線 例如 我自己 我都會有一些一定不行的 英文差一定不行的 是嗎 我是 英文差一定不行 你打開單位 不懂得叫我一定不行 OK 即是英文差不行的 涼不行的 即是穿涼鞋不行的 不行 是呀 我好欠我涼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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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欠涼鞋 曾經有時說 不可以有涼鞋 即是我不知為什麼 涼鞋是不行的 你們總有一些條件是不行的 英文差我不行 涼鞋最好不好 還有 孖子鞋不行 孖子鞋 如果 譬如說 會果然貴窄鞋 是很怕的 是 沒有那麼刻薄這麼說 你不是說 其實心地好就可以嗎 不是 不是 有些涉鞋的心就可以 但心地好很重要 即是那個人 可以外形 不是最吸引 但心地一定要好 善良 我那個人比較膚淺 我覺得要漂亮 要漂亮 但是 但是一說漂亮 很難分 不如說 我想要一個白漢不厭 對我來說 很難 其實你對一個人白漢不厭 除了他真的好看之外 你絕對喜歡他 可能他不是一個絕頂的美人 但是 你也會覺得他是很好看的 因為你看不到他 你覺得很好看的 這種欣賞也是愛 即是你不會覺得 嗯 不太好看 不太舒服 就上班吧 但是 不溝通牙都可以 不是 而且 我 我對他的 那他學手語 很漂亮 不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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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好東西 一開始就說 你不要吵 我學手語 或者 而且他要 他令我 覺得我應該 他令我願意包容他的 所有東西 你需要另一半 即是你兩個都是 你需要另一半 很欣賞自己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原動 譬如說你做任何事情 你覺得自己很 proud of自己的某一項 別說成就 你做完一個achievement 自己很興奮 但對方 他為什麼很聰明 是甚麼獎 對呀 哇 你不認識他 真的 如果他不懂欣賞你 得到他的achievement 你就會很生氣 對呀 那這本作感 不要說 是否自私 或是否慾望 你真是自私 至少你知不明白是甚麼一回事 對呀 那個分享 對呀 這些是否有人可以 這些是溝通不到的 就算你不是另一半也好 朋友 你會看不起別人得到的一些東西 就是你不會欣賞 或者你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你無緣無故得到甚麼獎 可能你會覺得 噢 那些區制的slogan 創造比賽而已 這樣 那你都這樣跟他說 其實他這麼好心跟你分享 他的喜悅 你這樣去潑潑冷水 那無論你是不是對自己另一半這樣做 那你個人也不好心地 對呀 那我覺得 都已經不可以溝通了 是互相尊重你的 人跟人相處 嗯 那好了 差不多近一回合的時間 要問一問 二汶和Alan 其實未來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音樂的類型 或者音樂的選擇 自己是很想做而 之前還沒做 或者做得不夠的 是想在接下來 這三個大碟上 想加多一些發揮 或者預先告訴你 第三個大碟有甚麼 值得留意一下 我們會一起寫歌 嗯 我們會一起彈結他 因為很多結他都不會彈 但是攝影師已經在說 我們上去就已經是 哈哈哈哈 不是的 我們是想著這次把所有事情做得更好 哈哈 哈哈 真的叫做那些 好可憐 我們現在轉型和說甚麼是劉樂隊 大家記得 主流樂隊 at 17 是劉樂隊 劉樂隊 好了 今天很感謝二汶和Alan 我有機會再聊天 好 謝謝